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好时 随着最终幻想起源的发售 为了全面了解这款游戏的剧情 这段时间我又去研究了一下最终幻想一代的剧情 要知道那可是1987年的游戏 老古董了,我也没玩过 起源顾名思义给人感觉是一代的前传 但其实它有点像猎天使魔女的一代和二代 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不存在谁先谁后 故事发生在一个被烽火水土四大元素之力支配的世界 而驱动这些元素之力的东西就是相应的水晶石 不过这个世界突然冒出来了一股混沌的力量 随即黑暗笼罩住了四块水晶石 导致风不再吹了,水浑浊了,大地腐朽了,火灾肆虐了 但是百姓依然心怀希望 因为民间流传着一个深入人心的预言故事 就是当黑暗侵染世间之时 将会有四位光之战士现身出来拯救世界 某天有个叫杰克的硬汉 准备去向国王请命讨伐混沌 刚走到科内利亚城门口 有俩人过来跟他搭讪 分别是红毛杰特和大壮雅修 你身上是不是也有黑水晶啊 这玩意儿一靠近别的黑水晶就变得跟个震动棒似的 于是杰克掏出自己的黑水晶 还真是在震呢 那估计女生会特别喜欢吧 他们身上的黑水晶跟那个驱动元素之力的水晶石不是一码事啊 杰克说打倒混沌是我的夙愿 另外两人说也是我们的夙愿 于是三人就拜了靶子 然后一起去面见国王 请求出战混沌 旁边的大臣说不行啊 预言说的是会有四个光之战士去挑战混沌 你们才仨人 杰特和雅修反驳说 你凭啥断定预言就完全准确呢 我们仨明明有实力 咱不能大伙人叫尿给憋死吧 国王觉得言之有理 只好让这三人去试试看 出了王宫 在门口我们遇到了沙拉公主 他一看见杰克就开心的冲了过来 杰克大人等一等 没想到这么快 我们就捕获公主的芳心了 沙拉公主跑到杰克身边说 我有件事想要拜托你一下 十年前有一位勇士去讨伐混沌 但是他一去不复返了 他叫加兰德 你们这次去讨伐混沌的时候 能不能顺便帮我找找他 他总是穿着一身华丽的铠甲 高大威猛 杰克越听越心烦 根本无心帮公主的忙 但嘴上还是答应了一下 一日三人整装前往混沌神殿 终于可以开打了 都说本作是泪魂游戏 像极了人亡 但我觉得只是皮毛像 内核完全不一样 无非就是选择任务的时候向人亡 地图里也有类似篝火的系统 还有就是本作剧情非常灰色难懂 你说说你好得不学 非学人家讲谜语 三人一路杀到神殿深处 看见一个身着华丽铠甲 高大威猛的boss 莫非他就是加兰德 他被黑化了 双方还没说上几句话 便动起手来 将其击败后 内人的盔甲从身上消散 万没想到里面居然是个妹子 紧接着大家的振动棒 便震了起来 妹子赶紧把振动棒掏了出来 嘿你们一群大老爷们也随身带着这玩意儿啊 我叫尼翁 多年前我和同伴一起来打混沌 但是混沌没打着 我发现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混沌 或者说混沌不是一个具象化的人或物 它只是一股能够侵蚀人心的能量 就无影无形的东西怎么击败呢 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世间没有混沌 那大家认为的打倒混沌 就能拯救世界的希望就会破灭 所以我就让黑暗侵蚀了自己 让自己成为混沌的化身 给世人一个击败我就能拯救世界的虚假希望 杰克听霸断然不能接受此事 他毅然决定要继续寻找混沌 然后尼翁表示我也要去 哎大姐 你刚才信誓旦旦的说世间没有混沌 为此你不惜让自己被黑暗侵蚀 那现在你为毛又要跟着杰克去寻找一个 你认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 不过三位主角倒是都不反对 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组齐传说中的四位光之战士了 二来队伍里多了个颜值在线的妹子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不过本作的战斗系统只允许同时有三个人参战 玩家可以自由选择替换掉谁 啊杰克是必须上的哈 并且玩家只能操作杰克 四人回到王宫向国王复命 国王一看 哎呀传说中的四位光之战士 这就极其了 好吧事到如今我也该把完整版的预言告诉你们了 世人只知道当黑暗侵染世间之时 将会有四位光之战士现身出来拯救世界 大家以为光之战士是去击败混沌 但其实光之战士是带着光之碎片去驱散掉 笼罩在元素水晶上的黑暗 这样世界就会恢复生机了 那么光之碎片又是什么呢 众人以为黑水晶就是光之碎片 不过你们也不动动脑子想想 光之碎片竟然是黑其麻乌的 可能吗 杰克觉得反正现在也找不着混沌 那就干脆依了国王去找元素水晶吧 四人根据大臣提供的线索来到港都 但是这里已经被海盗占领了 笔凯船长是这里的实际领导人 等于港都这儿的人集体投敌了 这就是叛乱呀 朝廷难道都不知道吗 不过四位光之战士并不是来凭乱的 他们只想知道元素水晶的位置在哪 可笔凯船长还是跟主角们莫名其妙的打了起来 而且在战败后又赶紧说不打了不打了 我告诉你们不就完了吗 哎那你刚才是不是嫌的蛋疼 笔凯说有个叫阿斯托斯的黑暗精灵之王 知道元素水晶在哪 我可以开船把你们带过去见他 然后众人又来到了阿斯托斯的城堡 一路碾压小怪进到最里面 见到了阿斯托斯 没想到这货居然认识我们 他精准地喊出了每个人的名字 阿斯托斯还想介绍一下自己 但杰克打断他说 你给我闭嘴 我只想知道元素水晶在哪 阿斯托斯没有为难我们 直接告诉了我们风之水晶的位置 然后大家就一路想要除魔 打到了风之水晶的跟前 这里有一只多头怪兽提亚马特 看守着风之水晶 而提亚马特在游戏的开头 玩家已经打过一次了 他是作为一个让玩家 小事牛刀的boss出现了一下 打完他之后才是教程关卡 然后才是杰克遇到了亚修和杰特 那为什么一上来 要让我们先来上一场提亚马特的boss战呢 这其实是上一次轮回的事情 不过轮回大家现在还不知道咋回事 我待会再讲 我就说把教程关放在boss战之后 这个布局也真是没谁了 我都打完boss了 你才告诉我 按什么是攻击 按什么是防御 你干脆等我通关了 你才告诉我好了 众人见到提亚马特之后 身上的黑水晶瞬间开到了最高震动档位 嗡嗡震的令人根本无法坚持三秒 杰克问你就是混沌吗 提亚马特说 没错 无奈四大混沌之一 杰克惊呼 竟然有四只混沌 提亚马特接着说 是的呢 风之水晶有风之混沌 火之水晶有火之混沌 水之水晶有水之混沌 杰克抢答 土之水晶有土之混沌 太好了一下子多了这么多的人生目标 终于有事可干了 你看这boss多好 开打之前还如此细致的给我们讲解 打完提亚马特 黑烟散去 万没想到 他体内竟然也有一个妹子 只见这位妹子身着长裙丝袜 脸上还浓装艳抹 你在怪物体内待了这么多年 装都不带花的吗 杰克赶紧上前抚摸了一下妹子 不是大哥 咱这么光明正大的凯游真的合适吗 妹子简单的做了个自我介绍 她名叫索菲亚 而且她也有一颗黑水晶 不擦 那她也是光之战士咯 这传说中的光之战士不是四个吗 之前是少一个 现在又多一个 预言到底靠不靠谱啊 索菲亚说 我是健忘体制 之前的事情我都记不清了 反正我只知道打倒混沌是我的夙愿 杰克说 那我们挺相似的 我们都是健忘体制 都记不清以前的事了 唯独在心里就是有一股想要打倒混沌的冲动 索菲亚检查旁边的地图装置 又发现了其他元素水晶的位置 我心说会不会接下来每打倒一个boss 都会再有一个光之战士加入我们呢 但并没有 一直到通关都是只有这五个人 而战斗环节只能上三个人 那我就觉得你又不是人数很多 供玩家有挑选的余地 总共就五个人还非要强行弄下场俩 说到底不就是因为这款游戏优化太扎了吗 再多上两个人的话 机能会更吃不消吧 这款游戏连PC分N卡的大力水手都不支持 关键你卡顿掉针也就算了 你画面好也行啊 可本作的画面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要知道最终幻想 向来是以同时期游戏最惊艳的画面表现为卖点的 你这起源也太不走心了吧 接下来众人先后击败了火之混沌 玛丽丽丝 以及土之混沌 乌妖 还有水之混沌 克拉肯 没打完一个boss 我们就能看见一些残影 并找回部分曾经的记忆 不过全都是一些碎片 看得令人蒙了拔击的 大家不要慌啊 待会我一次性给大家讲明白 至此我们就完成了净化元素水晶的任务 但杰克心中那股非要打倒混沌的渴望 依然没有消失 众人回到行程 没想到迎接他们的并不是老百姓的鲜花和掌声 反而是老百姓深深的抱怨 大家认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光之战士 因为光之战士只有四个人 而他们却是五个人 所以老百姓就觉得他们可能是混沌的手下 索菲亚上前跟人一通理论 那这群乌合之众 当个键盘侠还行 但要跟人正面对峙的话 瞬间就胆缩了 于是人群一轰而散 随后尼翁提议 我们进宫面见国王吧 他肯定会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的 好主意哟 就好像你不说我就想不到似的 一进宫大臣就怒吼一声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好事 我们按照国王的吩咐 去解救了四块元素水晶啊 国王问 那为什么现在的世界变得比以前更糟糕了 杰克说我哪知道啊 这也许才是解救水晶之后世界本来的面貌吧 这时两位赤猴着急忙慌 前来汇报说 海盗和魔物已经攻进城了 五位主角一听这话 我却好大的胆子 我们光之战士还在这儿呢 当我们死了啊 大家立即出宫与敌人交战 领头的是比凯船长 他现在已经被混沌附身了 无奈众人只好将其送走 打败船长后 京城之围就算解除了 不过为什么混沌的力量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现在还越发强大了 主人决定去找阿斯托斯了解一下情况 当我们再次见到阿斯托斯之时 他会感谢我们 使光明与黑暗达到了平衡 我们不是去驱散黑暗的吗 怎么变成达成平衡了 杰克问你到底是谁啊 阿斯托斯说你猜 杰克猜了几个都说不出阿斯托斯的真实身份 然后万分失望的阿斯托斯就跟我们打了起来 然后他就被我们打死了 这时关于阿斯托斯的记忆 一下子涌进了杰克的脑子 那我结合前面的剧情碎片 以及我自己的脑补 在这里给大家捋一下剧情哈 之所以脑补是因为这款游戏 有很多地方是没有交代清楚的 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国度 一个是本土文明科内利亚 另一个是鲁飞因 咱姑且把它理解为外来文明 鲁飞因的文明 比科内利亚的文明先进的多 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的原初之力 越来越不稳定了 照此发展下去早晚要崩溃 为了让这个世界保持稳定 鲁飞因人就创造了四块元素水晶 而元素水晶不负众望的 让这个世界稳定了下来 可世界一稳定 人类就容易产生希望 这里的人类指的是科内利亚人哈 鲁飞因不算人 而希望这种东西会使世界的光明总量变多 那就又会导致世界的明暗平衡被打破 反正就是这个世界极其脆弱 怎么着都是要崩溃 可鲁飞因人不信这个邪啊 我们这么高的科技还收拾不了你了 于是他们就开始不停的给这个世界增加黑暗 想以此再达到平衡 他们对待这个世界就像是对待一坨面团似的 水多了加面面多了下水 而黑暗这种东西会让人产生负面情绪 愤怒啊悲伤啊等等 并且当黑暗碰上负面情绪的时候 就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啪混沌由此诞生了 这玩意儿可不受鲁飞因人的掌控 胆小的鲁飞因人面对混沌时 被吓得都不知道该往哪跑了 于是他们打破了次元币 直接跑到另外一个次元躲了起来 可如果没有人继续向世界投放黑暗的话 那这个世界的光明总量就会越来越多 最终导致灭亡 要说吧 反正鲁飞因现在都已经安全了 那就别再管这个世界的死活了呗 但是鲁飞因人却派阿斯托斯来检测世界的明暗指数 还在不停的给这个世界增加黑暗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游戏没有交代 有一up主的分析是 如果光明太多的话会连通一次元 到时候鲁飞因照样得完蛋 所以他们才会不停的给这个世界加黑料 而世界的黑暗要是太多的话 对于鲁飞因人来讲没有太大的坏处 他们拥有可以随时再创造这个世界的能力 但唯独要提防的就是混沌这种怪物 鲁飞因人觉得自己的命多值钱呀 他们不敢用自己的生命去跟混沌正面硬钢 于是异乡人计划上线 鲁飞因人从别的星球抓来撞钉 给他们洗脑 让他们以为自己也是鲁飞因人 然后忘记一切 只记得自己必须要击败混沌 这样鲁飞因人就可以派他们去替自己收拾混沌 不过起初异乡人的战斗力很低 打不过混沌 这些人死掉之后 他们的怨念和愤恨以及记忆 就会化为黑暗留存在混沌怪物的身上 于是鲁飞因人只好重启世界 重新让异乡人们去挑战混沌 可异乡人没有记忆 那就等于没有战斗经验呀 你再重启多少次 那结果都是一样的 然后他们就发明了一种 能够代替异乡人记忆的东西 黑水晶 简单来讲 就是有了这玩意之后 异乡人不会有记忆的同时 战斗力还能被提升上去 但是这东西有一个致命缺陷 就是储存空间太小了 当异乡人战胜混沌怪之后 那些包含记忆的黑暗就会飘散出来 这要是被异乡人吸收了的话 那他们的记忆就会慢慢被唤醒 为了不让异乡人获得之前的记忆 黑水晶就会把这些黑物赶紧吸收掉 游戏中鲁飞因人在杰克出征前 对他千叮咛万嘱咐 黑水晶满了之后 你就别再战斗了 等着被召回就行了 但是你交代给他又有啥用啊 反正他被派去现实世界后 就啥都记不得了 而在现实中 阿斯托斯会负责接应主角等人 他会把注意事项和主线任务 告诉主角等人 但是这回阿斯托斯没出现 没有人告诉杰克这个注意事项 于是在黑水晶满了之后 他又继续杀混沌 导致之前的记忆就被他自己给吸收了 就这样他的记忆一点一点的被找了回来 在我们击杀阿斯托斯之后 杰克就回忆起前几次 他们被派来剿灭混沌的时候 阿斯托斯是直接上来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 这才是正常情况 但在某次的战斗中 杰克跟阿斯托斯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当杰克的黑水晶满了之后 他需要回到易次元的鲁菲因去复命 他以为自己是个鲁菲因人 而且自己又功绩满满 回去之后肯定能跟上面人说上话 把阿斯托斯也给招回去 阿斯托斯一听自己也能去易次元想轻浮了 开心坏了 但是转念一想肯定不可能 高层一定不会同意的 于是就对杰克说 你别让我抱有期待好不好 万一不行 我得多失落呀 然后杰克信誓旦旦夸下海口 放心吧 我此番回去必定说服高层 下次我回来执行完任务 咱俩就一起回去 然后阿斯托斯就满怀期待的 等着杰克兑现承诺 对了 当世界被再创造之后 只有阿斯托斯是不被重置了 接下来很明显杰克错估了形势 他就是一个打工仔 工具人 鲁菲因人怎么可能会答应他的请求 他一回去就被洗脑了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干你的活吧 待到世界被重启之后 他再次被派到现实世界执行任务 阿斯托斯一看他啥都忘干净了 就耐心的给他讲 这一切到底都是咋回事 可连续给他讲了三个轮回 均不起作用 阿斯托斯觉得鲁菲因人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有功之人呢 到了现在这一个轮回 阿斯托斯彻底死心了 连来接应主角都没来 因为他不想再继续为鲁菲因人卖命了 反而是后来主角等人找上了他 可杰克战斗至今四大混沌都搞死了 却唯独记不起来阿斯托斯 这就导致阿斯托斯负面情绪上头 化身混沌跟主角们打了起来 阿斯托斯临死前说 我知道你是无辜的 你被洗脑了 但我就是情不自禁的恨你怨你 此时少回记忆的杰克 对阿斯托斯郑重的道了个歉 阿斯托斯希望大家能够对抗鲁菲因 保护科内利亚 杰克说可我是鲁菲因人啊 阿斯托斯说 但你同时也是光之战士 你们都是 说完就挂了 那阿斯托斯在一代的时候是一个纯粹的反派 但是在本作被洗白了 而且被洗白的不仅仅只是他 咱们先继续往下看 众人回到京城 这里已被妖魔鬼怪给占领了 杰克冲进城堡见到了沙拉公主 他让公主赶紧逃走 但公主却不肯逃走 杰克无奈只好打晕了公主强行带走 但公主在转移的过程中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杰克赶紧解决掉怪物后去查看公主的伤情 谁承想公主也掏出了一颗黑水晶 你堂堂一个公主也用振动棒啊 然后黑水晶摔在地上破了 里面的黑物顿时被杰克吸收 杰克这才想起来上次来执行任务时跟公主走得很近 公主对其产生了爱慕之情 然后杰克把自己的全名告诉了公主 杰克加兰德 我去原来加兰德就是我自己啊 讲道理世界被重置后 公主的记忆应该也不复存在了才对 但是初恋不会遗忘 所以公主就记住了加兰德这个名字 只是她忘记了人家的样貌 而且身边其他人也全都记不起加兰德这个人了 但是杰克难道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叫加兰德吗 上回临行前 他把自己的黑水晶交给了公主 所以公主身上才会有一颗黑水晶 现如今几乎把所有记忆全都找回的杰克 也开始产生负面情绪了 队友们一看时机成熟 就想让杰克遵从内心的感觉 变身成为混沌 以便报复鲁菲因 原来队友们也早都把记忆找回了 大家宁死不愿再做鲁菲因的工具人 如果阿兹托斯和沙拉公主的死 都不能把杰克变成混沌的话 那就再加上我们这些并肩作战的队友吧 于是大家向杰克发起了攻击 目的是为了让杰克把自己杀掉 进一步刺激杰克 在战斗中 亚修说混沌是一厢人在受到黑暗侵袭死掉之后变成的 那这就跟我前面讲的稍微有一点出入了 但是游戏中变成混沌的明明不仅仅只是一厢人啊 所以我认为亚修这里应该只是说了一种片面现象 总之像这种需要脑补才能讲清楚的剧情 无论我把它讲成啥样 都一定有人跳出来说我讲的不对 确实我也不能保证我讲的就一定是对的 但最起码对你了解剧情有一定的帮助吧 杰克无奈只好一个一个的把队友击杀 他的内心再也压抑不住痛苦和愤怒 终于被混沌附体 杰克来到返回鲁菲因的撤离点 打开次元门便冲杀了进去 鲁菲因人顿时就慌了 想连同杰克与现实世界一起重启 而杰克却轻轻松松就破坏了重启的水晶装置 然后让我实在不能理解的是 鲁菲因人居然又派出了最强的混沌之暗 怪兽来对付杰克 你们不是控制不了混沌吗 这是啥情况啊 为了给玩家来一场最终boss战 连合理性也不考虑了吗 经过一番激战后 杰克把这个强大的混沌怪兽也给吸收了 至此他成为了最强大的混沌体 但是鲁菲因人说你无非就是攻陷了我们的第19号站点而已 我们的势力庞大着嘞 你想颠覆掉鲁菲因简直趁人说梦 随着科技的进步 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掌握控制混沌的方法 而且我们会送去更强大的异乡人讨伐你 你等死吧你 杰克听人这么一说 灵机一动拿起一块水晶 啰的一下 再创造了一个2000年前的世界 这时候的鲁菲因文明还不发达 杰克把四位队友召唤过来 就是那四只混沌怪兽哈 由他们来影响元素水晶 便可以限制鲁菲因人的发展 让鲁菲因边缘化 不过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把鲁菲因给灭了 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主角等人要自己培养本土的光之战士 那怎么做呢 2000年后的某天混沌加兰德掳走了沙拉公主 他那黑暗的力量已经遍及全世界 传说当黑暗侵染世间之时 将会有四位光之战士现身出来拯救世界 接下来就该是最终幻想一代的故事了 不过一代的最后是四位光之战士又跑到了2000年前 直接把加兰德和四大怪兽摁死在了摇篮里 那没有了他们鲁菲因就不会边缘化 本土光之战士也就不会诞生 然后就会又结上了起源的故事 最终形成了一个闭环 也就是说本作和一代是同时间进行的平行宇宙 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感谢一下Jackie老王和干货晋奖 为本视频提供的素材 Jackie老王做的是全流程素工解说 干货晋奖是一个专门研究讲解最终幻想系列剧情的up主 非常好啊 欢迎大家去关注一下他们 当然同时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 每周都会带你看一款精彩的游戏和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